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秒钟 然后我们再慢慢放松 这个动作重复5次即可 第二个动作 咱们身体站直 双手插腰 双脚打开 以肩层宽 头向侧面缓缓地转动 转动不能再转 保持5秒 然后咱们慢慢地转回来 再转向另一边 好 回来 咱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转头的速度 否则会容易头晕 这个动作反复重复5次即可 第三个动作 头部随着呼吸的频率摆动 吸气就向侧面转动 呼气咱们再回来 然后吸气再向侧面转动 呼气咱们再回来 同样的频率 肩部要保持紧绷状态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经常做一些伤肝的行为 像经常熬夜 喝酒等 所以日常保健对肝脏养护十分的重要 如果肝不好 身体里的毒素就没有办法及时排出 这样时间长了 就会对肝脏造成伤害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天然养肝小方法 帮你养肝护肝 男女都适用 第一 柠檬养肝 预防肝病 柠檬一般是女性的最爱 因为都知道柠檬可以美容养颜 其实柠檬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养肝 柠檬中还有一种能够预防脂肪肝的成分 而且柠檬还能帮助肝脏排毒 通过促进胆汁生成而进化肝脏 建议大家每天早上喝一杯柠檬水 这样可以帮助肝脏排毒 但是胃酸过高的人就不要喝了 第二 黄瓜护肝 让肝脏更年轻 黄瓜口感清香 味道还好 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 尤其是夏天 黄瓜的营养也非常丰富 含有膳食纤维 蛋白质 盐酸等 每天吃点黄瓜 可以帮助排除肠道毒素 而且还能够降低人体的胆固醇 对保护肝脏有非常好的作用 黄瓜可以榨汁喝 也可以用盐腌着吃 这两种食物只要每天吃点 长期坚持就可以让你肝脏 变得健康又年轻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随着我们饮食习惯的变化 很多人都受到了胃癌的侵袭 其实在胃癌早期的时候 身体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 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信号 第一个 消化到出血 很多胃癌患者在早期会出现黑便的症状 而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 如果是突然出现消化到出血的情况 就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 以免耽误病情 第二个 上腹部有保障感 很多老年胃癌患者 在早期会有长期感觉上腹部保障的感觉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吃的不多就感觉到负胀 吃不下了 有的还会出现恶心 呕吐的症状 第三个 突然消瘦 有的患者在胃癌早期会出现突然消瘦的情况 这是因为胃癌会影响我们的食欲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早发现 早治疗 第四个 上腹部疼痛 这个情况也是很多人会有的 而且腹部疼痛的程度不重 一般人都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很容易被忽视 如果经常感觉到腹痛 而且次数越来越多的话就要小心了 第五个 突然性的食欲不振 厌食 如果平时很爱吃肉 但是突然开始讨厌肥肉 而且饭量也大不如从前 甚至讨厌吃饭 可能就是胃癌早期的信号 一定要重视 要及时就医检查 这五种胃癌早期的信号 你了解了吗 如果出现这几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检查哦 好了 高血压是不少人的烦恼问题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两个 可以降血压的血位 没事的时候按一按 可以疏通经络 改善血液循环 促使血压恢复正常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首先第一个是百慧穴 百慧穴我们都知道 它又称三阳五慧 是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 找穴位的时候 可以沿着两个耳朵尖向上 然后与正中线相交的地方 然后就试了 按摩百慧穴 可以两个手的食指一起按 因为用一个手的话 力度要轻一点 一般按个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长按百慧穴 可以调节微血管的输缩功能 解除小动脉经栏 从而可以达到降压的效果 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 不妨试一试 第二个是风驰穴 风驰穴是在我们脖子后面 两个大筋的旁边 与耳唇平行的地方 它是属于足少阳胆经 按摩时我们可以 自己用自己的两个大拇指来按揉 也是按揉三到五分钟 以感觉到酸胀为佳 长按摩这个血位 可以增加颅内血韵 平缓过分兴奋的神经 从而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在利用血位降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找到准确的血位 所谓坚持就是胜利 只要长期坚持 就会看到效果的 好啦 谢谢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